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顶礼为殊智慧勇士 顶礼传承大人上师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数者 愿其如来真实义 为度化一切众生 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下面我们共同学习 《寂天论》所造的《入菩萨心论》 《入菩萨心论》 没有真实开讲之前 我想在这里 也给大家说一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这次我们学习《入菩萨心论》 的过程当中 也有在家人 也有出家人 我想大家应该 也有一些共同的安排 什么样的安排呢 当然这次《入菩萨心论》的传讲 如果没有什么 出现其他的违缘 包括我自己的身体也是 如果允许的情况下 这个病没有严重 在这种情况下 我大概估计 可能是一年左右 一年左右的时间当中能完成 昨前天很多道友 在外面通过不同的途径 问到底《入菩萨心论》 要讲多长时间 如果不能参加考试的人 要念一万个名号或者信咒的话 是一辈子要念诵 还是短暂的时间当中念诵 当然我们回答的是 将近一年当中的时间吧 大概我们这样固定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前面也提出过 最好是大家参加这次报名的人 都学习《入菩萨心论》 自己也应该有一种体会 这种体会需要自己的力量 还需要他力 要两种力量 没有这两种力量的话 光是依靠自力 恐怕是现在的梵布人也相当困难 你自己自学能力特别强的话 也许你在家里听课 家里看书 这样也会有一定的疏忽 但是最好是有时候 大家共同学习 那么这个学习的方法 我们也采取了一些措施 最好参加考试或者私下 大概十个人左右集中起来 然后在一个礼拜当中 大家一起探讨 今天所学的当中 当然一个礼拜当中 我在这里可能已经三四天了 三四天的课 在一个礼拜的一天当中全部听完 恐怕是有一定的困难 但是大概的一些内容 互相接触 互相探讨 这个非常有必要的 这是外面的一些在家居士来讲 应该这样的 还有一些出家人 寺院里面的一些僧人 你们也是应该 根据自己的情况来互相探讨 这个我觉得一定有必要的 让我们这里的道友们 也是希望每天 法师们给大家辅导一遍 辅导一遍完了以后 前一段时间我们也讲了 有主持心的下面辅导 都是没有 但是你们自己确实以前 《入菩萨行论》这部论典 没有听过的 里面的很多内容不太懂的话 最好自己私下找辅导员 你们在规定的时间当中 或者其余的时间当中 来做简单的辅导 这个我觉得非常有必要 有没有这种情况呢 最近希望你们也是私下 最好报个名 看看各位法师 也看一看 下面我们安排的是没有的 安排的 这是上面的大法师给大家 我讲完了以后 第二天大法师给大家辅导一遍 这是我们的教学规定 接下来你们下面的辅导员 辅不辅导的这些问题上 或者是有多少个人参加辅导 我想是每一个班当中 肯定会有一部分人 是可能以前没有听过 在其他的法师面前听一遍 对你的收获很大 可能会是有这样的 如果有的话 我们辅导员也是 哪怕是一个人 希望你们也是讲一遍 具体的时间和具体的地点 你们自己可以规定 所以这是我对僧众的规定 希望你们明天以后 这样去执行 然后过两天 我们法师们集中的时候 应该我需要大概的了解 这是一个问题 那么我们刚才讲了 我现在 宣讲《入菩萨行论》的整个时间 可能是一年左右 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当中 参加学习的人员 前一段时间也给大家介绍过 不管是学密宗的 学显宗的 还有学习其他的禅宗 净土宗 甚至藏传佛教的有些道友 应该都可以参加 因为这个大家应该这样想 有些人是这样认为的 比如说我参加这个上师的课 就不能参加哪一个上师的课 或者是 参加这个上师学习的诸 那可能不能参加其他 有这样的想法 我觉得是不太对的 当然每一个人 你自己的信心 你自己的这种意乐心 有没有 这个很关键的 如果这个没有 谁也不会强迫的 如果有的话 应该就像我们在学校里面 学校里面 一个学生在很多老师面前 也会听过课的 但是这些老师也不会当着 你就是我的学生 你听了无理老师的课 化学老师的课 所以我不理你 我想是真正的 学校里面的老师 也不会这样说的 然后学生的话 我现在只听一个化学老师的课 我不听其他任何老师的课 我想是这样的 珍贵的学校当中 恐怕不会有的 所以我们佛教 我觉得是一模一样的 只要是具足法相的上师 哪一个上师的课应该是可以听的 那么上师们 也不会对方面执着的 所以说 这次《入菩萨行论》 我个人来讲没有什么限制 只要是你们对大乘佛法 有一定信心的人 当然我自己的法相 的确是不具足 但是坐在这种位置 好像自己不具足 也是由自己具足的 装模作样的心态来不表演 没办法说 不管是讲什么样的话 自己本来对方面的修行特别差 但是你要给别人讲的时候 自己好像已经有证物一样 自己好像有一种真正通达法义 以这种表情来不得不讲 这不仅是我 可能任何一个老师 任何一个法师 有这种感受 有这种痛感 所以我想这次我们学习 《入菩萨行论》的这些道友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 只要对大乘佛法 有一定的信心 应该是可以的 所以这次的一个问题 大家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最好善事善众 不要扎着很多的烦恼 我就是《入菩萨行论》 学习的小组 我跟这个办竞争 跟那个有嫉妒心 有矛盾 我不希望这样的 因为我们这个是大乘佛法 应该说像大地那样 非常包容一切的 我们是大乘佛法的精神 就是这样的 所以世间上的任何一个宗教 不能逼上我们大乘佛法的 利他 亡我的精神 这个原因何在呢 就是我们修行人的心胸 一定要旷供 没有这样的定解 那我们学习这样的《入行论》 也可能利益不大 所以我非常希望 我们学习的人 应该在人与人之间也好 或者是团体与团体之间也好 以藏传佛教 汉传佛教 南传佛教 不管是哪一个宗教 应该是没有冲突 最好不要 尤其是我们佛教内部 纯洁的佛教 是不会相偉的 不会有冲突的 这样一来 大家以这样的心态 以这样的目光来学习 这个是非常重要 现在有些大城市里面的人 这种嫉妒心 我经常见过一些人 听过一些人的话 就有时候听起来 别也说是我们的大乘佛教 连小乘佛教真正的有些境界 现在根本算不上的 为什么呢 因为小乘佛教的确是 自己在三界轮回当中 愿意获得解脱的出离心 这个出离心是 非常圆满的具足的 可是我们有些人口口声声 自己认为是自己 学大乘的 学无上密法的 如何如何了不起 但实际上基本的一些为人出世 给别人的对待 人与人之间的处理关系 这些方面特别差劲 这样一来 我非常希望 通过我们大乘的佛法来 应该虽然凡夫人的相续当中 有各种不同的烦恼 也有一些习气 也有一些现行的出大烦恼 但是我们通过学习佛法来 尽量调整自己相续当中的各种恶毒 这个我觉得有必要 这是初步的意思 就是说大家在学习过程当中 一定要和睦相处 这是一个问题 让我们时间大概是一年左右 定位是这么长的时间 如果我们学习 《入菩萨行论》的这些道友们 在各方面 因缘比较具足的情况下 我也是这样想 有些智慧算是 比较不错的年轻人 同时也可以给大家提供 学习藏传佛教 五部大论之一的英明学 还有如果没有什么 其他的违缘出现的话 那么以后也可以给大家提供 我们《藏传佛教五部大论》当中 释迦牟尼佛的 因业的空性意义 就是实地弥勒菩萨 他所宣讲的 《现广传论识》等等这些 我想如果因缘具备的情况下 也可以给大家提供传讲 当然这个我也是不敢保证 因为任何一个事情 并不是自己所想的那样顺利 人的计划和变化 有一定的差距 所以说 只要是因缘具足的话 我想给大家也应该 这样来摄持 为什么这样呢 不仅我们在寺院里面的 这些清净的修行人 而且在外面的一些城市里的人 应该说有一些上师 和有一些道友来摄持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 不管是你学哪一个宗派 你最好每天都是 有一些佛法来提醒你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话 你身边的这些人 你所处的环境 你所接受的教育 你所得到的这些知识 全部都是与世间上的 没有任何事宜的 可以说 我们大乘佛教的阳光来看 你这样的一些琐事 应该说是毫无意义的 那么在这样的毫无意义当中 你的人生几十年 很快就会耗尽的 这样难道不是太可惜了吗 这样我想 你们作为一些世间上的人 最好每天都是在自己的世间里面 集取一些世间 然后接受佛法的教育 应该是这样 没有这样的话 我前一段时间也讲过 真正我们城市里面的 有些年轻人 他离开这样的 烦躁闲暇小的城市 而到一些寂静的地方 就是到一些山清水修 鸟鱼花香的 这样寂静的地方来 去修行的机会有没有呢 确实是可能 即生当中是根本没有的 如果没有的话 你在这样的大城市里面 光是挂一个皈依的名字 我是皈依佛教 多少多少年了 但实际上你的相续 对佛法相应没有 佛法当中所讲的这些道理 你懂了多少 现在我看很多大城市里面的人 根本不懂佛教的道理 相当一部分人 不懂佛教的道理 这样一来 在他们的言行举止当中 违背因果的很多事情 处处发生 经常发生 所以我们这次也是发行 《入菩萨行论宣讲的目的》 让更多的人 真正了解佛教的真相 这一点有这么迫切的希望 那么我们《入菩萨行论》 学习的过程当中 外面的人有这个要求 最好我刚才也讲了 没有一种压力的话 恐怕你们的很多学习 没办法进展的 刚开始的时候你就觉得 没事 我自己看一看啊 看一看啊 但是到了后面的时候 就会变成糊涂味 不可能圆满地接受 所以最好 我们大家有一种集体的学习 当然你每天都是集中 也是不可能的 但是一个礼拜当中 你处处两个小时 这样的小时 你跟大家集中 你学的是怎么样 我学的是什么样 如果有这样的话 大家都有一种互动的力量 再加上 我们自古以来 尤其是我们在学习佛法方面 也算是有一定的纪念 经过漫长的时间当中的一些磨念 应该说是这方面 有一定的纪念 那我们的纪念是什么呢 就是学习的话 我刚才所讲的 一定要依靠别人的力量 也依靠自己的力量 如果没有这样的 没有互相见度 没有互相鼓励 没有互相劝足的这种机缘 没有这样的机缘的话 那么一个人的学习 你一个月 两个月可能比较紧紧 再过了以后 慢慢慢慢倒下去了 这个情况谁也不知不觉了 这样一来我觉得有点可惜 所以在外面的这些人 我的要求一定要在一个礼拜当中 大家每一个小组集中在一起 然后探讨你们所学的 这一个礼拜当中所学的内容 也许是几堂课 这个私下自己听也可以 自己看也可以 然后大家集中一下 学习一下 这样有一定的必要 希望你们应该这样做 这是我《学习入菩萨行论》 安排上的第一个条件 当然你如果实在这些条件 不能具足的话 听可以听 但是听的话 对你的相续当中 不一定有很大的利益 这是先给你说清楚 不然的话到时候你说 我已经听了 一年多的时间当中 但是现在好像 我的相续当中也没有什么 不要怪我们 不要怪佛法 我们任何一个修行人 通过各种方便方法来 在自相续当中要改变 没有改变的话是不行的 这一点 我想自古以来的高僧大德们 都应该是什么样的 都为什么要学习 办一些佛学院 大家集体学习 为什么这样呢 让我们世间上的任何一个学校 不管是小学也好 中学也好 大学也好 甚至学博士学位 研究生 都需要大家共同集中 共同集中以后 依靠共同的教育有强大的力量 这一点我们从世间的一些学问 也可以能证实这一点 所以大家学佛 不要认为 我今天关一个钉 得一个加持 然后马上就已经获得针究了 获得开悟了 不要这么想 当然你这种想法 都是非常很好的 今生成就 如何如何 这个我觉得是 非常美丽的一种梦想 如果真实能实现的话 都很好 但自古以来应该说 每一个人修行就是靠自己的 而且自己的这种修炼 并不是一天两天 应该是经过长期的训练以后 你的相续才能真正地改变 比如说 我们世间的一个 读大学 可能你今天到学校里面去报个名 或者是听一天的课 能不能起到作用 你们想一想 我如果真正要成为一个知识分子 这种知识是一点一地地 开始依靠自己的功夫积累起来的 然后到了你真正的 学士圆博的一个智者的时候 你多少年的智慧积累起来的 那么同样的道理 我们的学佛实际上是超越世间的学问 超越世间学问的话 那么一点智慧的积累都不用 今天在一个上师那里 扮个皈依针 得个灌顶 受个加持 明天就马上恍然大悟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特别快乐 应该说已经超越了我们世间的知识 但是有这样的利根有没有呢 我们世间上的 基本的一些学问要学不懂的人 你看 这么深奥的佛学 通过那么简单的手段 能不能开悟 这个自己应该要观察自己 最好我们学什么法 最好不要自欺欺人 没有必要 所以我刚才要求大家 最好在规定的时间当中 集中学习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凡是这次听书《入菩萨行论》的 所有的四种道友 我是安排了这么一个 大家一起共修 包括我自己 也确实是非常忙 每天都是有显宗密宗的各种告知 也是堆入善一样 然后学院里面 外面的一些各种各样的琐事 每天都是自己不断地出现 还有包括自己的身体不好 有各种各样的琐事 折磨着自己的这种神 也可以这样说 但是我想是 如果我们现在没有利用时间 没有修菩提心的话 恐怕永远也是不一定修得上 所以我们在座的人 也从后天开始 早上半个小时的时间当中空出来 要修菩提心 菩提心的方法 当然我们下面本论当中也是有的 但是如果我们还没有讲完 你们自己要修的话 就像《大圆满前行》 《信心修行》 还有其他的 以及观菩提心的功德 这方面怎么样修都可以 当然具体的修法 我想过一段时间 华智仁波切的著作当中 也有一些菩提心的修法 这个也给大家讲 那么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我想我们现在很多人 没有好好地修持菩提心 在自相续当中 没有生起一个菩提心 做什么样的事情呢 不算是一个大乘行者的行为 所以所有自他的 僧众也好 在家人也好 或者其他依靠我们的方便方法 来接受的一些外面的人 你们也是 当我听到我的课以后 希望当天起 最好每天都用半个小时的时间 来修菩提心 当然我们这里可能有些人认为 哎 这个特别忙 现在我们这里每天 都听那么长时间的课 还有背书 还要做这个事情 那个事情 那肯定没有这个时间呢 可能会这样想 这个我也算了一下 看我的课可能需要 大概是包括讲经和念诵 全部加起来 两个小时左右 两个小时多一点应该可以了 然后其他堪布的课 可能也是需要两个小时 其他法师的课 也需要两个小时 还有辅导 大概一个半小时的话 我算起来 大概八个到九个小时 然后二十四小时当中 你如果睡七个小时 或者八个小时 那么还要剩下八九个小时 大概是八个小时左右 如果这样的话 你在这个当中 应该处处四个小时来背诵和看书 还四个小时已经剩下了 这不是 你们可以算了 是啊 你们不用笑 确实是这样的 我们现在很多人的确是 对自己的时间没有什么的 一会儿就过了 我这边两个半小时 其他的法师可能有两个课 两个半小时 五个小时 再加上堪布的一个半小时 然后其他法师的一个半小时 八个小时了 然后八个小时过后 以后你刷水那个八个小时 然后还有八个小时了 三宝 十四是吧 应该会算吧 对啊 如果这样的话 那这八个小时当中 当然我们欲界的众生 稍微不休息也不行 我就一天休息一个小时 吃饭和这样那样的事情 我用两个小时 或者大概是用三个小时吧 用三个小时 还有四个小时 就是四个小时 所以我想在四个小时当中 你取出半个小时 其他三个半小时 用在其他上 应该是可以的 当然我们这里有个别的道友 可能早上四点半 就开始背授 如果你们这样集体背授 我也考虑了 可以你们在这个经堂里面 一起背授 然后到了六点钟的时候 你们大家不一定是回去 大家在经堂里面坐着 就像汉地的一些餐堂里面 有几百个人 大家坐在一起 然后开始坐餐 这样也可以的 所以我们半个小时当中 怎么样灌的可以 从六点到六点半 这个我们从今天开始 从明天不算了 明天可能你们要做一些准备 就这样的 然后从后天开始 一定要大家都 如果想听我的话 你们就这样做 不会影响你们的 你们不管怎么样 闻思在经济 有些可能非清往事的修学 非常非常的经济 所以就认为 可能这个世间空不出来 但是我想 我们每天都一直 单住在一些词句上 那就是死的时候 在自相续当中 菩提心的一点味道 都是没有的 所谓的佛法并不是 口头上讲得很好 或者说得很好 不是这样的 一定要自己的心里面 有一种体会 这个相当重要 但这种体会的来源 是什么呢 你必须要依靠自己的修 要么可能自己特别离根 上师一加持 马上就开悟了 有这种可能 除了这种人以外 应该自己要下功夫 想方设法 在自相续当中 感受佛教的真正的味道 没有这样的修 那不可能的 去年我们学习 大圆满信息修习当中 也是引用了《华严经》 《华严经》当时不是讲了三个比喻 第一个比喻就是说 所谓的佛教没有修词 光是给别人讲的话 就像一个没有耳根的笼子 他给别人放一些乐器 他放的乐器是特别好听 但是他自己一点也听不到 没有修行佛法就是这样的 这是一个比喻 第二种比喻 就像是大海里面有一些柱子 也就是说过船的一些束缚 然后他经常 载度很多的人渡过大海 但很有可能他自己在大海里面 会失去的 那这样的人也同样的道理 我们没有修处佛法的人 就像这样的 还有一种比喻 就像我们吃糖的时候 光说他吃糖如何如何好 这样的 自己一点也是感受不了的 那么同样的道理 没有修行佛法 就像我们口头上说得再怎么好的话 自己心当中 根本感受不到佛法的甜味 就是不能品尝它的味道 所以我想现在 大乘佛教没有修的话 很多人可能想 我再过一段时间以后再修 但是我们人生 特别特别的短暂 可以说就像虚空当中 漂泊的白云一样 时而出现 时而消失的 会这样的 所以真正的眼罗族 可怕的面目真灵的眼罗族 可以说一步一步地 向我们重来 对着我们来的 然后在这种面前 我们怎么样面对 我们当临时的时候 好像一点对大乘佛法 都没有种下一个善根 所谓的这种佛法 一定要在自己心的相续当中 要种下这种善根 为什么汉地禅宗 经常提倡是要种下金刚菩提种子 为什么这样 的确这样的 你如果没有禅修 如果没有下功夫 在自己心的相续当中这样的话 你一辈子当中 讲得再好 说得再好 你对学术上的研究 是再怎么样的出事 实际上最后临时的时候 尤其是你 如果没有很好的发愿 很有可能下一辈子忘了 没有了 有这个可能的 所以我想我们大家 共同地修学 共同修学的加持也很大 理念也很大 我也是从后天开始 确实博士口头上说的 自己实际行动上 也这样发愿 最好不管是出门也好 自己在家里 我想六点钟 我们在座的道友 基本上大家六点钟 都已经开始闻思修行 有这样的 所以我想外面的人 在六点钟的时候 可能还没有上班 六点钟的时候 不管是家里的很多事情 还没有开始 这样应该有这个时间 当然如果有一些学校 有一些寺院里面 我看到有一些学校 有些寺院 不一定那个时候特别方便 如果不方便的话 希望你们也是 拿出其他的 对你自己方便的一个时间 最好每天就修半个小时 如果每天都没有这样修 那我们众生当中 只不过是对佛法 结上一个愿而已 真正的功德 或者菩提心的感受 在自己心的相续当中 不一定能品尝 而且这样修持的话 实际上它的功德 也确实是相当大的 佛陀在《宣术决定真如经》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当时佛陀告诉阿难说 我们有些人在十个大界当中 文朔佛法的功德大不大 阿难舍利者说是非常大的 那么这个功德跟我们修真实如 修真如 修真如一探之间的修行功德 远远超过前面的功德 所以我想我们半个小时当中 一方面可能 大家刚开始的时候 有点不习惯了 尤其是我们很多人 从来都是自己的心 一直是放任持牛 从来都是没有管过 可能有点困难 但不管怎么样 这次我们大家一定要下功夫 没有下功夫的话 永远都是按照我们的习气 跟着我们的习气走的话 恐怕我们不会有改变 不会有大乘佛法的真正心理的改变 所以自己对自己 也应该有个强迫的要求 我不是强迫你们 你们自己实在不愿意的话 你们早上睡懒觉 我也看不到 我也没有神通 任何人都不起来 也是对我来讲 也无所谓的 无利无害的 我自己能修就算是我能修 我想我早上应该 最近我们晚上上课 也是比较晚一点 但是不管怎么样 最困难的可能是我 因为我在这边 讲完课以后还要讲考 还要提问回答 然后处理各种各样的事情 再做接待 这样一来 回去以后 有时候还看看书 念一点经 这样一来 时间比较那个 可能我都想 依靠这样的神趣 怎么样脆弱的神趣 也发了这个愿 我想你们下面的一个比一个健康 一个比一个聪明 这些人每天都是把自己的心事 全部专注在吃 喝 睡觉 那这样我觉得 不是人生的价值 外面城市里面的很多人 真的所有的时间全部忙在 有些在吃吃喝喝方面 有些在其他的一些 没有任何意义的一些 比如说打麻将 或者喝酒 抽烟等等 这是我们世间当中 也是稍微有学问的人来讲 是不得接受的 所以我想 我们有些人 不能提前早起来的话 我想老众应该你挑戴 五点五十五分 这样的话 也可以呜呜呜呜呜呜 呜呜呜呜呜 呜呜呜的时候 我要起来 然后马上用一个凉水 来洗个脸 然后在自己的床上 开始坐半个小时 我们共同修学菩提心 因为菩提心的功德 确实这样一作业相当大的 这一点我们一起祈祷 法王如意宝为主的十方诸佛菩萨 然后愿我们的相续当中 早日能生起菩提心 一边这样观想 然后具体你怎么观呢 暂时你们自己 按以前的菩提心的修吧 所修的内容就是菩提心 不用修其他的了 就是修大乘菩提心 怎么样修的方法呢 暂时你们自己 修菩提心的功德 具体的一些其他修法也可以的 比如说前面的四五两行等等 这些都可以修 过一段时间 我们给大家也是宣讲 总而言之今天 大家也应该发这种誓愿 我们也观想十方诸佛菩萨 尤其是在上师面前 每天早上发愿 先暂时发愿意念 看能发愿的人 大家举手 不能发愿的人就 好 哎呀 后天开始哦 任务比较重 当然你如果生病 病得特别严重的话 恐怕有一点开血 但假装的病肯定不行的 这是我今天说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所以我想 我们不管是 当然我们在这里 寂静地方的修行人 各方面的条件 因缘比较具足 大城市里面的人 恐怕是有一些困难 但希望你们应该 对这件事情 我们一生当中是最重要的 有些人认为获得了一些 金银财宝是很重要的 有些人认为获得了 地位名声很重要 有些人认为获得了 其他一些世间的奖励等等 觉得很重要 实际上这些都是没有价值的 的确从长远的目光来看 这些都没有价值 最有价值的就是 我们得到一个人身 遇到了佛法 而且在自相续当中 真正生起利益众生的一颗心 这个心在诸佛菩萨千百万劫当中 是非常难以得到的 用金钱来买 肯定买不到的 但是这种菩提心 也依靠我们自己的功夫 没有依靠自己的功夫的话 它也是不可能 平白无辜地产生 所以非常希望大家 应该认真地修许菩提心 那么今天 我们讲《入菩萨行论》的前面 一般来讲 以前的高僧大德们 都要宣讲一些 文法的规矩 本来我想以前《入菩萨行论》的 广世当中 也给大家介绍过 《大爷们前行》当中也介绍过 所以我们在座的 有些道友来讲 是非常了解的事情 不一定要强调 但是其他有些人来讲 可能是 你的文法过程当中 有些可能发心不正的 有些可能行为不正的 想有 所以我在这里 简单地给大家强调一下 首先我们问佛法的时候 发心相当重要的 如果你的发心不正 虽然你下了很大的恐怖 在漫长的时间当中苦修 但是得到的结果 也并不理想 所以我们修什么样的法 听什么样的法 不管是做什么样的事情 刚开头的时候 他的发心 他的动机 这个相当地重要的 那么发心当中 当然要远离一些 贪嗔痴的发心 这个也很重要 首先这个发心 有善的发心 和不善的发心 还有无极的发心 比如说我们要听 这次《入菩萨行论》的课 那么有些是 如果以恶意来听 为了获得财富 获得一些地位名声 这样来听的话 是不好的 以前在别的有些道场当中 在听法的过程当中 是依靠这个机会来 开始赚钱 开始在做一些不如法的行为 这种目的是非常不好 如果你要搞这样的恶事 那不如依靠世间法 来做这种事情 最好不要依靠大乘佛法 来骗取其他的财物 这是肯定不好的 那么我们有一种无极的心态 无极的心态是什么呢 别人都在听 我也去听吧 自己也没有什么 为众生也不想 为自己也不想 什么想法都是没有的 别人听说都在听 那我也去听 有一种无极的状态当中 继续听闻 这就是一种无极的心态 刚才我们讲的 一种无极的状态 在我们听法的时候 最好也不要这样 应该要以善心 发善妙的心 这个是很重要 那么善心 当然发心的方法比较多的 比如说 我们发这样的心 也有上等的 中等的 下等的三种心 那么下等的发心是什么样呢 比如说 我们听《入菩萨心论》 如果听了《入菩萨心论》 我可能获得了快乐 长寿 或者说健康等等 世间的一些利益 还有发财 得名利等等 这样以这种动机 这种发心来听 那么三宝的加持下 也许你确实有这种 比如说你的身体健康 这些都是大乘佛法的力量 应该会有的 但是实际上这种动机 不能称为解脱的因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这个解脱必须要依靠 出离心和菩提心 才能产生果 就像我们一个化的种子 有了这个种子 才能成长果 同样的道理 我们的解脱 必须要离它的菩提心 才能生长它的解脱果 所以刚才这样的动机 应该我们称之为叫做世间的发心 也就是说 下世道 下当人的这种发心 这种发心而听闻佛法 暂时肯定对你的人天福报 或者暂时的乐果有一定的作用 但最究竟的 诸佛菩萨的果位 阿罗汉的果位 能不能从轮回当中解脱 不能的 这是第一个发心 那么第二种发心是什么样呢 第二种发心就是 我自己想获得了阿罗汉的果位 或者我自己想获得了 极灭的果位 就这样的一种心态 我这次听《入菩萨行论》 别的众生的我不管 我自己好好地获得解脱 我获得佛果 获得如何如何 以这种心态来听受 当然这样听受的话 实际上三宝的加持 和佛法的加持是不可思议 对你来讲 也是有一定的力量 但是这样的心态 我们在佛教当中称之为 是重视到的心态 虽然获得一种解脱 但这就是小乘的解脱 所以我们也不能 称为最高的解脱 为什么呢 小乘行人的心的相续当中 有空性正见 非常了不起 但是没有强烈的大悲心 昨天有些道友也是问了 为什么小乘阿罗汉的有些悲心 我们大乘心界道德 有些菩萨的相续不弱 原因就是 他们自私自利的心态太重了 这样一来 你获得证悟的时候 你的大悲心也相当的微弱 所以这种解脱也不究竟 这是我们以前在很多论点 尤其是《妙华莲华经》当中 也讲得非常清楚 我在这里不广说 最好第三种 也就是说上师道的发心 上师道的发心 大家应该清楚 我这次听书并不是为了 自己的今生当中的生活快乐 身体健康而听的 也不是说我后世转生到什么极乐世界 我自己后世 过得特别美好快乐 不是这样的目的 我这次听法的目的 就是天边无际的这些众生 全部当过我自己 无始以来的父母 那么这些可怜的众生 现在成立在苦海当中 我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 听受释迦牟尼佛的 殊胜甘露妙法 我依靠这样的佛法来 让这些众生全部救度 获得无上圆满 正等觉的果位 以这样的发心来听受 那么这个发心 真的非常难能可贵 可以说 在我们一般人的相续当中 哪怕是生起一刹那间 那它的功德是无量无边的 所以我们这次 为什么要学习《入菩萨讯论》呢 因为《入菩萨讯论》的价值 的确是相当大的 我昨天也给大家讲了 藏传佛教的所有历代的大德们 也对这个论典相当的重视 你们可以翻开历史 看哪一个大德不重视 哪一个宗派不重视的 所以为什么这么多的大乘修行人 对《入菩萨讯论》如是重视呢 就是依靠《入菩萨讯论》 在自相续当中能生起菩提心 所以以前我们华智仁波切 一般台湾那边 经常说八咒仁波切 这样说也可以 所以华智仁波切 他在一生当中 着重地宣扬《入菩萨讯论》 不管到那个寺院去 全讲《入菩萨讯论》 后来从他的传记当中 也可以看得出来 他众生不离开的有两本 一个就是《入菩萨讯论》 他众生都是随身带着的 因为这个法的加持相当大的 他也是在有一个教言当中 这样讲的 他说 如果自相续当中 没有生起菩提心 哪怕是你闭关 久念 修持无常密法 实际上连解脱的种子都不能剥下 说得非常非常清楚 所以现在其他一些 形象上的有些东西 我觉得不太重要的 最初我们要 最关键的需要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相续当中 需要生起一个世俗菩提 当然生意菩提心生起来 当然就不说了 世俗菩提心的话 那么我们以后 做什么样的善事 做什么样的事情就比较好办了 如果相续当中没有菩提心 整天都是为自私自利而转 整天都是你怎么样 为了弘扬佛法 忙得团团转 实际上你自相续当中 真正得到的大乘菩提的解脱种子有多少 自己也恐怕是无法了解的 所以说 我想我们历代的这些大德们 华智仁波切的第一个 讲法最得理的 给蒙文波耽证乐物 他的传记当中也是 我以前翻译过 大家也可能记得很清楚 他一生当中 给别人讲过两百多遍 《入菩萨行论》 你们想一想 一生当中 给别人讲过两百多次 这是你们 我也不是在这里吹捧 你们自己可以翻开 转机 所以真正一个人在别人面前 也是宣讲过这么多 那他的一生当中 是怎么样弘扬的 就怎么样弘扬的 以前上师如意宝 大概是 我看九八年还是什么时候 那个时候也上师当时 在所有的四种弟子当中 也这样讲过 说以后人生都是无常的 我们现在 法王当时说 我个人在万年 最重要的几部论典要宣讲 应该有四年的计划 第一年就给我们传讲了 《百业经》 让我们了解 取舍因果的道理 主要是小乘的出离心要发起来 这是第一年讲的 然后第二年 讲的是《入菩萨行论广世》 让大家的相续当中 生起无畏的菩提心 也是劝大家发菩提心 然后第三年的时候 讲《大荒王》 第四年的时候 讲《无上密法》 后来法王基本上 他老人家在四年前的时候 基本上把最末位的 这种弘法力生的事业 以这种方式来终结 所以我想法王的传承弟子 也是现在在权贵 有成千上万个人 你们也有时候看看 上师如意宝在即生当中 对《入菩萨行论》的重视是什么样 而且上师以前 讲《入菩萨行论》的时候也说过 他老人家对其他的传承 有时候记得不是很清楚 但是《入菩萨行论》的传承 记得很清楚 他在十四岁的时候 得受《入菩萨行论》的法 十四岁的时候 当时得受的传承也是 华智仁波切传给 拉拉穷哲 我们《极乐愿文大树》的作者 拉拉穷哲仁波切传给 堪布斯朗人琴 堪布斯朗人琴 堪布斯朗人琴传给法王如意宝 十四岁的时候 开始学习《入菩萨行论》 所以作为我们的 根本上师来讲 他十四岁的时候 开始学习《入菩萨行论》 最后要接近圆寂的时候 也是传授这部《入菩萨行论》 所以我想我们后学者 应该把《入菩萨行论》 当作最殊胜的要求 应该对自己的相续调整 这个我觉得有一定的必要 我刚才已经讲了 我们这个法性 在听法的时候 我可能是太啰嗦了 但实际上 我们听法的时候 一定要有一个 利益众人的心 这个是我们听法也好 做任何一件事情 这个不可缺少的 这是关于法性的问题 就是法性的问题 然后在法性的过程当中 不应该有的几种过坏 这个我们以前也是听过 比如说首先有三种过失 还有六种苟然 五种不辞等等 这些在闻法过程当中 一定要放弃 那么什么是三种过失呢 我想大家应该清楚 首先是第一个 耳根不专注的过失 我们闻法的时候 耳根一定要一心一意地 专注上师们所讲的法语 你不能随随便便 散乱于其他地方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就像一个水器 枯在地上 然后你在上面倒水 里面一点也不成一样 所以现在外面的有些人 好像一边插着耳机 就听一些佛法 但一边听别的音乐 这样那样的声音 那这种态度 能不能你的相续当中 真的能听受佛法呢 肯定不行的 所以我们听法的时候 一直非常专注的 上师到底在讲什么 你特别恭敬的 一定要听说 这是第一个问题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话 你耳不专注的过失 第二个问题就是 心要专注 心怎么样专注呢 心如果没有专注的话 上师所讲到的这些法语 不可能在自相续当中获得的 如果你心里面 一点东西都没有记住 那就像一个盆子放在这里 它的地全部已经漏洞了 那么上面怎么样倒水 全部都漏完了 不会逞留一点 所以我们讲课的时候 不管你处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 你一定要认认真真地去听 听的时候 每一句应该记在自己的心里 明开于心 一定要记在自己 我看外面很多人 看上师的一些 比如说 其他上师的一些地片 其他上师的有些光盘 边看 边吃饭 边说话 然后他好像放在一些 其他世间的 有些光盘那样呢 对的 如果你们这种态度 你的相续当中 也是得不到法律 其实你如果真的要 当然我并不是说 我们这个学愿当中 我这个范围 大家一定要清楚 我在这里有时候说的时候 什么网络 什么电视 这样一说的时候 我们这里的几率是非常严格的 大家应该注意到 如果你依靠这些话来 搞错落的话 你会受开除的 所以一定要注意 当然外面的人 现在我们 不得不依靠这种一切 如果你依靠一些电视 或者一些网络 一边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一边这样听 当然效果不好的 没有很高的效率 为什么 所谓的佛法 你前面的东西 没有动到的话 一下子就没有了 然后你在中间 断章趋劣地了解一点 肯定是不好的 肯定不完整的 所以我想 希望依靠其他的科学语气 来接受佛法的人 你最好先把世间的 加力的事情也好 单位的事情要全部都弄完 弄完了以后 你就空出半个小时 然后门全部关上 不要跟其他人 如果其他不信佛教的 这些人全部不要跟他们一起 应该自己 创造一个自己的小范围 然后或者跟真正的金刚道友 自己心很专注地 你就听光盘也好 或者看你的地位地亚 威士地亚 这样可能获得了佛法的 真正的价值和利益 如果没有这样的 我看到很多有些居士 他们听的有些 确实是不太如法的 如果这样的话 只不过是可能有种相说 或者只是一个交代而已 真正法的利益能不能得到 也很不好说 这是我刚才说的 心要专注 如果没有专注 这是一种过失 还有一种过失 就是炸烦恼的过失 炸烦恼的过失 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听受佛法的过程当中 你对别人生起嫉妒心 生起嗔恨心 生起贪心 还在这个过程当中 经常有一些 生起各种各样的 妄粮分别念 然后跟别人 也是经常说一些胡言乱语 没有什么意义的 心不在意 这种状况叫做炸烦恼 最好我们听受佛法的时候 其他的说事全部放下来 因为这个时间 我就要听受佛法 听受佛法应该如理如实的 如理如实的听法 有一定的功德 所以每一个人最好把自己的 威仪要摆成果 要调整 这是三种过失 三种过失一定要远离 然后还有六种勾然 六种勾然的话 一个自相续当中 生起傲慢心 还有不弃信心 不求没有希求心 然后自相续当中 生起外面散乱的心 里面内受的心 还有生一些厌倦心 这些应该非常清楚吧 这六个勾然的话 也一定要远离 比如说第一个 你听法的过程当中 最好不要有任何傲慢心 有些人不是这样的 哎 这个上师所讲的那样 这个辅导员所讲的那样 我也讲得来啊 然后别人讲的时候 自己摆出一种特别傲慢的相 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以前法王如意宝等等 很多的这些 包括麦彭仁波切 也是文殊菩萨的华生 像宗喀霸道 萨迦班智道 他们在别人面前 听法的时候也是 非常恭敬地听的 因为他说的是法 所以说 你一定要恭敬地听 如果你没有这样恭敬地听 认为自己都是很了不起 还有些人可能认为 《入菩萨行列》 我以前看过 我以前听过 我觉得你们看过 听过都不懂 的确不懂 记得法王如意宝 在学院当中 我本人可能是法王面前 已经得过四遍吧 包括讲义和颂词 然后更来的时候 在堪布高多尔面前 也得过一个颂词 还有在其他堪布面前 全部加起来可能有七八次了 在《入菩萨行列》 在别的上师面前 得过的七八遍 然后为他人可能有讲的 大概是 用汉文讲过三遍 藏文讲过可能四遍还是五遍 大概有这么多 但是我想现在如果有人 哪一个 我自己有信心的 一个上师要传讲的话 我肯定很乐意地听 为什么呢 里面的很多道理是不懂的 但有些人不是这样的 比我还笨的有些人 认为我是非常精通入菩萨行 以前我看过一遍讲义 昨前天有些人 给我也这样讲的 我是看过你的讲义了 我现在不听可以吧 我说是不听 肯定可以 外面的人给我打电话的 不过我心里面想 这些人光看一个讲义 肯定不行的 如果看讲义可以 我们藏文当中 有二十多本讲义 我也有相当一部分 都是看过 然后《大藏经》里面有 我昨天讲的一样 大概八本到十本之间的讲义 这些也是我们看的话 那就看一遍就可以了 不用历代的这些上师们 给我们一个一个地讲下来 其实我们人的傲慢想在自相续当中是有的 自己根本不发觉 所以在听受佛法的时候 最好把自己傲慢的暴风 全部放下来 这是很重要的 这是一种构然 然后第二个构然 就是说 没有信心不行的 对这个佛法一定要信心 没有信心的话 那所有的佛法 依靠恭敬先获得的 以前荧光大师所讲的那样 大家也清楚 然后第三个 没有希求行不行的 如果你没有希求行的话 不要说是佛法 连世间的一件事情也是 你对这一件事情 一点兴趣都没有的话 那能不能得到呢 不可能得到的 所以有时候应该要看一些 我们千百的高僧大德们 他们怎么样越过火海道上 然后获得了佛法而得到 如今我们在这么好的条件当中 自己随随便便地获得佛法 并不是那么很容易的了 所以这是第三个 第四个就是说 我们听受佛法的时候 心不能往外散 因为我们凡夫人没有断 自相续当中这些无尽的重则 所以色身相为 外面一出现的时候 我们心马上往外面去 在听受的过程当中 往往不能获得佛法的利益 而往外面去持受外境 这是不合理的 所以在听法的时候 一定要专注地听受 然后第五个问题就是 不能内受 内受的话 意思就是说 我们听受佛法的时候 有些人一直打瞌睡 或者有些浑尘 从看他的表情当中 也可以看得出来 有一种迷迷糊糊的状态 如果你这样的状态当中 听受佛法能不能获得法益呢 肯定不能获得 不要说佛法 世间的一个学校里面 也是学生打瞌睡的话 老师应该拿滚棒来 开始啪 打一个 还有一个是什么 刚才讲的是第六个 就是不能有厌倦心 听法的时候应该要苦心 讲的时间稍微长一点 今天我讲的 可能延长了五分钟 然后讲的长一点 这样的时候就马上要看一看 为什么还不下课 为什么还在讲啊 这样如果生起厌烦心 也是没有功德的 所以在讲法的时候 不能有厌烦心 不管你怎么样 夏天也好 冬天也好 不过我们学院里面的 确实大多数人 我非常地佩服 你们去福岛 你们去冬天 那么浪的时候 在外面背书 我现在看 听说喇嘛这边在路灯下 很多人 早上那么早的时候也有背书 你走那边的话 也听说特别多的人在早上背书 应该是 求法的时候 需要这样的苦心 这是我们非常高兴的事情 不能有厌倦心 这是我刚才讲的六种果实 六种口然 还有五种不辞 五种不辞呢 大家应该知道 持闻就是不持义 持义不持闻 还有上下错乱而持 颠倒而持 然后不能灵毁而持 总共有五种 那么持义不持闻 只能抓住一些意义 就是根本对词句不知道 有些人这样讲 背书有什么用啊 我这样把内容理解就可以 但实际上这个内容 是依靠词句来的 如果没有词句的话 这个内容肯定讲得不清楚 比如说我们这里背书的有些人 把好几部论典能背下起来 然后他们引用的教证 他们所讲起来的时候 原文的所有整体 全部表达出来 没有背过的话 大概的内容可能要抓一块 但实际上是不完整的 所以必须要依靠词 然后有些人 只持词不持意义 他对词句方面 词句的比如说 持造学 英语学 或思学 这些方面 他就特别有欢喜 然后只能了解一些词句方面 不能了解意义的话 这也是不合理的 为什么 只有一点词句 没有了解意义的话 那也没有什么意义的 就像我们听歌词而已了 然后还有一些颠倒的 第三个问题 就是我们上下错乱而止 本来佛经当中和论典当中 上下都是不会错乱的 但是我们把上面的东西夹在下面 下面的东西夹在上面 这样来理解的话 这是上下从而止 然后没有灵魂而止的话 就像佛经当中本来有一些 四种意趣 四种意义 了意 不了意等等很多 但是我们没有通达 它真正的意义就开始 没有灵魂而止 这是第四个问题了 第五个就是颠倒而止 颠倒而止 大家都应该知道的 对佛法本来是断除烦恼的根本 但你反而执着为 它是以其他世间快乐的因等等 这样的话 这是颠倒而止 所以我们今天 给大家简单地介绍一下 我们在文殊佛法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按照 如理如实的听说 远离三种过患和 五种苟然 还有五种不死 然后依靠四种相 把上师当作野望来相 佛法当作妙药来相 自己制作病人来相 然后人人真正地 修学佛法就开始治病 以五相也可以说 以四相 按照《花言经》里面所讲的 这种方式来听说 那我们的佛法非常圆满 所以我每一天的课当中 不可能强调 每天的闻法规律 但是这个闻法规律 大家还是应该 不管在什么场合当中 应该所谓的佛法 要听受佛法的时候 要如理如法 这一点相当重要 好 今天讲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